女生在遇到渣男的时候的一些共通点是什么 因为中渣这件事啊 真的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情 渣男现身的方法 叫他给你 大家好我是欣怡 今天我们终于要讲渣男这个主题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气势要够强才可以 为什么今天要讲渣男 其实我很感谢一直以来 很多朋友在我的IG都会DM我 大家遇到的一些状况 那很抱歉我没有办法逐一回复 不过大家的这些情况呢 的确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方向 就是大家想要知道些什么 那今天会讲渣男就是因为 不约而同有好几位女生遇到的情况 我都觉得说 其实是不是遇到渣男了 所以才会这么痛苦 所以呢我觉得拍一个视频直接来讲一下 怎么样让渣男现身会更有效率 OK先说渣有很多种 有感情渣也有金钱渣 感情渣就是欺骗你的感情咯 所以感情不认真啊玩弄你啊 同时有好几位女朋友啊 这样子的渣 那金钱渣呢就是骗感情又骗财 又骗钱的那种我们叫金钱渣 不过金钱渣其实也是建立在感情渣上面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 到底如果你怀疑自己遇上了渣男 那这些招数呢都是我自己用过或者是我朋友用过的 有一些可能有点新奇 你接受不了 或者是有点难操作 所以大家搬带搬带啦 因为保护自己真的很重要 那同时提醒你这个频道也开设会员区咯 今天在会员区呢我会讲一个我自己遇到渣男的故事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故事的话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点击Join Button 去听我发生过的糗事 好马上来第一个让渣男现身的方法 叫他给你看他的IC 那这一招可能有点偏激 也未必百发百中啊 不过是我自己用过 我觉得挺有效的 因为国外的朋友我不知道 马来西亚的身份证其实有很多 就是隐私嘛 包括你的住址啊 你的出生地等等 那如果一个男生他可以在你要求的情况之下 给你看他的身份证的话 我觉得他是渣男的可能性会减少 为什么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程序都需要涉及到我们的身份证号码的 包括入职啊 给银行贷款啊 等等啊 你买什么东西买呀 大量的东西买车买房都需要用到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那一个男人如果他愿意给你看他的IC 一整片啊 除了我觉得他可以让你接受他身份证上那个丑照之外 就是这对你已经有基本的信任了 因为很多人都很在意那个IC照片拍的比较不好看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坦荡荡的给你知道他在法律上的柱子 跟法律上的那个编号是什么 这一点稍微的可以印证了他是不是一个渣男 因为其实渣男哦 他会想尽办法让你不知道他的个人资料这么多的 可能你会觉得我看一下IC也可能没有办法记得他的整串号码 或记得他的住址 不过如果你速度够快是可以的啦 不过关键是他对你有这部分的信任 稍微就可以知道他对这段情感的态度了 所以这招是有点偏激 跟有点难操作 就是你要在什么情况之下就要拿IC给你看 这自己想啦 反正这一招是挺有用的我觉得 好 第二个识别渣男的方法 看看你的手机 他是不是经常都超过一天才回复你 OK 我发现女生在遇到渣男的时候的一些共通点是什么 就是都会合理化他的一些怪异的行为 其中一个最常被女生合理化的就是 忙力 比如不回复你的讯息好几天了 他会跟你说是因为忙啊 公司有project啊 如果你现在去看回你的手机记录 他回复你的那个速度 可能是超过一天 两天 一个星期都找不到人的话 十之八九 这个就是个渣男了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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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人都很忙的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身边很多很成功的人士 他们都非常无敌的忙碌 只是我想要跟你讲一个真相就是 再怎么忙碌的人啊 都是有那么两秒钟来回复你的 就算他在做的事真的是一分钟几百万上下 他都可以叫他的助理来找你啊 所以忙碌真的不是找不到人的理由啊 各位女性朋友们不要再合理化他的渣了 好 想渣第三点 在他的公司出现给他惊喜 哈哈哈哈 OK 这一招真的是有点偏激啊 其实我真的知道有很多朋友呢 不喜欢工作的环境被男女朋友打扰这样 包括我自己我也是觉得 嗯 就工作归工作 我们约会还是怎么就下班之后 不过我跟大家讲的 去他的上班的地方给他惊喜 并不是要得到什么答案 其实最重要的是看他当下的反应 他会是那种 不好意思 尴尬 就是可能同事起哄啊怎么样 他会觉得不好意思这样 这很正常 可是如果他是那种快速的把你拉走 或者是对你发怒 说一些难听的话 这样就有点可疑了 因为其实渣男他不太希望你会进入他的安全局 因为工作环境其实对于男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嘛 说不定他也带过其他的女朋友给他的同事见面 如果他的同事发现又不同女人啊 就你知道在那个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到底这个男生是在玩弄你还是在认真跟你谈感情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你知道他在哪里上班 这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朋友试过真的有一次就是去公司找他的男朋友 之后他才发现那个渣男 其实是在他去的那间公司的隔壁的一个建筑物那里上班 是因为这两个公司其实他们都在同一个商圈里面了 所以呢朋友去找那个渣男的时候 他就骗他其实是在这个公司上班 其实他是在那个公司上班 所以如果这个男生他愿意给你知道他上班的地方 你给他制造惊喜的时候 他的那个反应又没有非常突兀 有时候尴尬一定会有了 那可能他就不是渣男了 好想渣第四点 这个方法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渣男同时有几个女朋友的话 在重要的日子可能会约不到他的嘛 对不对 很好笑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就apply了这个方法 可是这个重要的日子是我的那个朋友 女性朋友的自己的生日 我就给他期待 你要找一个universal一点的日子 情人节啊圣诞节就全部人都在过着同一个日子的那个日子 不是你的生日 因为你的生日对于其他女生来说没有特别的意义 所有的情侣都在庆祝的 那些才可以抓出那个渣男的 农历新年啊除夕啊这一些 就如果他同事有几个女朋友的话 你的那个庆祝可能会排在pre or post 就是圣诞节前或圣诞节后 就这种日永远没有办法排到你的 如果你发现有好几次都是这样的话 很可能你就是种渣了 不是种招我是种招 好想加最后一点 我觉得也是最难做到的一点 听你的姐妹讲 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啊感情是自己的 不要听别人的意见 不过如果你身边真的有一些好朋友好姐妹 你是信任他们的 你觉得他们不会因为你遇到一个好男人而嫉妒你 那如果他们一直都发出一些疑问说 怎么你男朋友都好像不太在意你啊 或者是你男朋友给人感觉有点怪怪的 好像有点靠不住 嗯这样子你可能真的要稍微的往后退一步 就也不要一直污着耳朵不听人家讲 因为种渣这件事啊 真的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情 很多时候听到这样的意见 当下真的会非常的不舒服 不过我觉得如果这是你的真朋友的话 你以为他开口说出来这么容易吗 很多时候我们跟朋友相处都知道有些话该说 有些话不该说 可是明知道不该说的 他都想要去劝诫你一下 那证明事情可能真的有点奇怪了 所以想想看 你的姐妹是不是有跟你提醒过一些什么 端倪 然后你有点不舒服 然后你选择不在意 或选择逃避 如果有过这样的情况 你真的要好好地感谢一下你的姐妹了 好 刚刚说过的呢 就是翔渣五大掌 记得如果你怀疑你身边有朋友中渣的话 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看 那最后我想讲 虽然遇到渣男真的是非常的不幸 跟非常难受的事 不过也和我们人生中其他的坏事一样 只要我们度过这一关 我们一定会成为更强大的人 然后我们一定会更成熟 以后更懂得代言诗人 好 记得加入会员来听听看我遇到渣男的故事咯 最后呢 我也想补充一点 其实除了听你的姐妹讲这一点之外 男生如果你遇到渣女 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来看看这女生是不是玩弄你的情感的 那我们这里没有性别歧视啊 对情感不认真这件事的确是 什么性别都有可能发生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要点赞留言 同时呢 subscribe我的频道 可是不用开铃铛 因为开铃铛就像遇到渣男这么烦 在这里供祝大家岁岁平安 渣渣过关 这么渣听起来真的没有很好听 你没有这样乱想到广东话啊 我不是这么一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